针对菲律宾高官近期表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是用于训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30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 非方应该尽快撤走中导系统 不要为美国火中取利 菲律宾高级军事官员表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系统 主要是用于训练 中方此前曾多次表示 美非此举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破坏和平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记者会上重申 非方应清醒地认识到 美方的真实目的 尽快撤走中导系统 非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美方的真实目的 回应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切 不要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 为美国火中取利 按此前的公开承诺 尽快地撤走中导系统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 本周在汤家举办 针对台湾有代表与会 林健批评指 台当局企图通过蹭会 刷存在感 是自欺欺人 自取欺辱 任何企图制造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平静 都注定失败 台湾当局 企图通过蹭会 来刷存在感 只能是自欺欺人 自取欺辱 中美科技竞争持续紧张 今年二月已经续签一次的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在本周二失效 对于是否还会再次续签 林健表示 中美双方正就协定 保持沟通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 北京报道 中美科技竞争持续